來過南山村沒有吃雪糕 等於沒有來過南山村 這間雪糕店有三十幾款不同的口味 看起來和外面的都差不多 到底有什麼特別 有美味新出和吃過很清新 有沒有什麼特別 有,有油漬魚在裡面 真的有油漬魚 真的有 這裏賣的雪糕 都是由老闆親自去兩個本地供應商拿貨的 初初做的時候 就很少味道 一路一路增加增加 還有和那些供應商 可能有時大家聊得到 有時新貨都供應給我 質料好像漂亮 沒那麼容易用 因為那些溫度 我們是負20度的 外面的雪糕店 都會特意調高一些雪櫃的溫度 那雪糕就會軟一些容易不 但是老闆說他很重視口感 寧願自己辛苦些 在美國訂一個回來 發熱的都是失敗的 我不斷地改善 什麼都發現到有的 就是大公司來的 就買了 就比較膩 又怕刮到些膠 所以就試過了沒事了 才再去買幾個回來 一個小店的老闆 都可以做到一絲不久 就連一個放雪糕羹的盒子 都要加一個小小的把手 都是為了方便大家 最重要大家吃得開心 細問之下 才知道原來老闆以前 是一間日資公司的管理層 在七年前他退下火線 在南山村 開始了這一盤小生意 由低層做到最高層的管理層 但是來這裡買雪糕 最初就不習慣了 都要把自我放在格子裡 有時候 老人家會拿五元來買雪糕 他都一樣照賣給他 以前想吃 就自己沒有能力吃 現在想吃 就身體不行 只要吃一點點 有時做得到給他 沒有所謂 有時不計較得那麼多 不是一定要說 他賺很多錢 因為對我們的年齡來說 又不用養家 只要過一下日子 做做做做做做了七年 賺錢? 他說一點都不要緊 我試過不做事的時候 那時候很愚蠢 那時候大學生跟我聊天 聊天我們以前的管理 和年輕人聊天開心一下 連我們現在都是 夕陽的人 夕陽的人 都要適應一下 你說去搏殺就沒有了 只要是平穩去寄託客 好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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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精神 太多謝 我要發現